埃及的胡夫大金字塔 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如果把纬度精确到度分秒 一共有2000多条纬度和它相交 29.9792458度 也包含在其中 要知道这个数字的小数点 如果往后挪动七位 那可就代表了光速呢 很多神秘学家认为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 可是决定了光速这一串数字究竟是几的 是现代度量横单位摸一米 而一摸一米究竟有多长 是19世纪法国人定义的 所以光速和金字塔除了美丽的巧合外 只有基尔关系 但是万一如果 古代人就知道现在一米有多长 而且还刻意修建了金字塔来羞辱我们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奇妙故事呢 我们在平行世界地球666 为您开了一个基尔脑洞 地球666是一个和这里高度重合的平行世界 在那里有一个法力无边的集团 拉萨尔亚 为了控制世界 封锁了世上所有的秘密 集团高级研究员小可 为了分享全人类的秘密 遭遇集团猎杀 目前下落不 但是它留给我数份来自集团内部的绝密档案 和穿梭世界的药片 为了防止这些秘密消失 我吃了药片 它能让我在短暂的世界内出现在这个地球 我是来自地球666的老张 在我手上的就是其中一份档案 我要把它共享给你们 它将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我也不知道药效能够让我在这个世界待多久 所以我尽量向你们传递核心机密 我之所以能够穿越平行世界 和这份来自拉萨尼亚集团的档案息息相关 1729年 英格兰科学家詹姆斯·布拉德雷 估算出光速月为301-0000-000现代米每秒 但是想要利用光速实现其科学价值 精度还相差很远 1798年 拿破仑得到密报 得知金字塔藏有和光速相关的惊天秘密 为了在科技领域反超速敌英国 他带领军队出征埃及 同行的还有几乎全法各个领域的研究专家 此次埃及执行的目的 直指胡夫金字塔 他们测量金字塔的纬度为 29.9792666度 这个数字明确表明了666号地球的光速常量 299.792.666米每秒 这让法国领先世界200多年 得知光速的奥秘 但这只是秘密的冰川一角 根据拉萨雅集团的绝密档案 干预者计划记录 修建金字塔的是文明高度发达的 远古人类南布尔特寡人 后面我们简称古南寡人 通过档案发现 金字塔的坐标信息 包含的不仅仅是我们世界的光速常量 而是周围所有密度不同的 平行宇宙的光速值 其中就有你们世界的光速常量 299.792.458 这个重要信息 是穿梭平行世界的理论基础 研究员小可制作的穿梭胶囊 就是基于这个理论 古南寡人为了让这条平行世界的定律 留存千秋万事 把它做成了实物参考系 金字塔 但是要把金字塔放在哪里 取决于新人类的度量横单位 各个不同的度量横单位当中 对于速度质量长度的描述均不相同 为了确保几亿年后的新人类 可以使用正确的长度单位 读取光速信息 他们使用了时间透镜 对现代的新人类进行观测 并确定了新人类 在进入0.724级文明之后 会采用法国人定义的国际通用单位 米 为了抵消观测时间产生的量子波动 确保光速常量的表达 必须和现代米重合 古南瓜人开启了干预者计划 一批被冷冻的古南瓜精英 分别在新人类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解冻 并且对历史的进程进行人为干预 公元486年 第一批南瓜人解冻 并且带领法兰克人 在北纬41度到51度之间的土地 建立法兰克王国 1337年到1453年 东南瓜人左右了英法百年大战的局势 延续了法兰西文明 经过DNA检测 圣语贞德就是解冻人之一 1789年 挑起法国大革命 推动法国在正确的时间 进入正确的社会阶段 名为自由的东南瓜人 也被画家记录下来 启名自由引导人民 1792年 由化名拉格朗日的东南瓜人 集结众多科学家 向国民议会提出 一米代表的长度概念 1875年 推动以法国为首的 国际米公约组织 召开国际度量衡大会 至此呢 经过十几亿年的努力 古南瓜人 终于把光速的秘密 用现代米的长度 向人类传递了过来 以上纪录呢 便是拉萨雅集团的 绝密档案干预者计划 这个信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世界的人们 一本人是唯一有资格 接触这份资料的 请你们一定要把